47名民主派人士因初選 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案件 連續第三天聆訊處理保釋申請 裁判官預計明天才有結果 辯鋒在庭上指 希望放寬傳媒報導保釋程序的限制 律政司反對 優惠爾報道 戴耀廷早8時半先由酬車壓到高等法院 出席佔中案上訴聆訊 其餘被告就在大約10時半分多架酬車 由荔枝角收押所送到西九龍法院 繼續處理保釋申請 部分人向山上的傳媒揮手 經過兩日兩夜聆訊 47名被告中 還有8名未就保釋申請陳詞 法庭中不再開庭處理 辯方大律師馬維坤說 有記者反映希望法庭放官報道保釋程序的限制 認為為了社會公正正確詮釋國安法條文 希望指定法官總裁判官蘇惠德行使著情權剔除限制 等傳媒報導辯方的發言 就國安法精神同要求的解讀 不過案件將來或者進入審訊 為了平衡各方利益 不應該報導指控被告的言行詳情 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琦反對 說法例已經清楚列明傳媒的報導權限 有引述唐英傑和黎智英的案件 說法官為了確保被告在日後辯護過程中不受任何影響 拒絕放寬限制 否則報了就回不了頭 而警方仍然調查中會牽涉其他疑犯 放寬傳媒報導可能會導致證據洩露妨礙調查 又說過去兩天有個別律師在庭上提及政治觀點 傳媒報導會造成社會不必要的情緒 對司法程序造成不變 有線電視記者一位二報導